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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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剪刀腿上一脚下一脚 过了盖坛 想上脚给 右边包抄不错 贵州横峰 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 率先破门 抢着一点 第二点的补射 斯蒂夫在前面 头点了一下回来 范运龙抢点不错 身前有人 但是没有防众 球进了 沐谢奎 在上半场比赛 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球 看裁判怎么判 视频助理裁判 再看 盖坛球不错 球还在前场 心情可以理解 太需要这个分了 实际也没有碰到 很快地回到场中 被防守了底线脚球 门前 升门 越来越急的是大连一方 这球打得很有力量 穆谢奎 抢脚下球 卡拉斯科 球又没有进 点球 这时候大连一方 赢得了一个点球 总是失之交臂的机会 这回来到了一个点球 哇 不是点球 手势以为是点球 给了个牌 卡拉斯科 漂亮啊 穆谢奎 是连中三圆的一场比赛 打进了三个球啊 看着慢动作 卡拉斯科 穆谢奎 还轻巧的一垫呢 一巧破千年 这球太快了 他没有做任何调整 看这球传的 心领神会 球进了 漂亮啊 这是谁呀 又是穆谢奎吗 一场比赛 打中四个球啊 球进了 漂亮 老穆 又是大奎 一场比赛 进四球 那曼萨诺的延误战术 最后还是被宣告 胡笑 逃过一截呀 这种精神还值得赞许 我们看到苏柏阳 也到前面来了参与进攻 这个场景 这时候蔡飞明敌 全场比赛结束 但连一方在主场 取得了一场艰难的胜利 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三分 我说的是 第一个宝贝